我們也要來到今天最期盼的賽後訪問環節 馬上就要來看到的就會是 U-Level Up的震動指揮官Winter了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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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YRU的指揮冬天 是的 那這邊的話就想先請 Crippy來幫我們問第一個問題吧 是 嗨 Winter好久不見 哈囉 首先先恭喜你們成功晉級到本週的這個 Super Weekend 對 那我想要問的第一個問題是 因為其實你算是第一次參與這種 國際型世界級的一個比賽嗎 那我想要問的是 這一次在場上裡面有沒有什麼選手是你的偶像 又或者是哪一支隊伍是你自己心中覺得最棒的隊伍 然後你跟他的交手到了 你很開心的 BTR BTR 他們的槍 他們的營運槍法 然後投資物的運用都用得不錯 是的 原來BTR就是他的偶像 那其實裡面你最喜歡的選手是哪一個 那個 Lussie Lussie 就是這個LUXXY 沒錯就是雙胞胎兄弟擋了其中一名 是 那剛剛記得在第四章求生島的時候 其實你們有一波團戰是面對到BTR 而且並且你們成功的團滅他們了 在團滅的那個瞬間 你當下想法是什麼 對 你當下的心情是什麼 你看到擊殺條刷出來 哇 你們打贏BTR 你把你的偶像宰了 對 這個感覺 我們那時候很開心 但是就是有失誤 所以我們 掉到14名淘汰 哦 所以還是說 在場上當然你把自己的偶像打掉是開心的嘛 是 你證明自己的能力是有的 是開心的 但是 呃 終究還是要專注在比賽上面 在說那個名次的分數還是沒有拿到 很開心 那這邊的話想要問一下就是 今天其實你們在上半場兩張地圖 表現起來是沒有來的 狀態這麼理想的 那在中間休息的時候 你們做了什麼調適 讓你們可以在最後的兩場進入佳境 因為我們前面兩場的那個判斷 是就是 不知道要去哪裡 所以導致我們進圈會有問題 是 然後後面就調整 判斷加速 然後就達到一個好的點 對 我們有看到 那場出的提速了 對 是 那我另外想要問到就是說 在這一次的 應該說昨天是 你們本來打完這個競技賽第一天 你是第三名 對 但是你們今天整個前面的一個手感 非常非常不好的情況下 導致說你們名次掉到非常非常後面 後面尾段比賽的時候 是不是有特別緊張 還是還好 還好 因為我們想到另外一個方式 另外一個方式 找到了解套方案 就是派三個人進圈 然後先在外面收 然後打補進圈 就是其他三個人先進 然後一個在外面打補 那你要說一句實話 你是不是偷看VOD 沒有沒有沒有 這我覺得他們應該是沒有看到VOD 這也代表說 Creepy的預測 跟他們的想法 完完全全是切合的 對 其實他們應該是有這樣的一個套路 但是 應該說前一場的一個男導圈 可能沒有辦法成功的執行 沒錯 後續其實有用這個想法去打得更好 而且我覺得也非常符合 You Level Up的一貫風格跟料性 是的 那我們這邊的話 最後一個問題就會是 首先要先再次恭喜你們 就是可以成功挺進到這一次的超級週末 那這次的超級週末 你們有沒有什麼想要特別準備的東西 又或者是想要跟觀眾粉絲進行的喊話 我們超級週末會加油的 然後 準備就是 再去多看 多多看看比賽 然後學習 是的 要把上一個禮拜沒有辦法參加超級週末的份 一起追回來一起討回來了 是的 那今天非常感謝的是You Level Up的Winter 參與我們最後的賽後訪問 也非常恭喜你們能夠在 驚濤駭浪之中的成功挺進到了本週的Super Weekend 再次感謝你 中午加油 謝謝 掰掰 掰掰 我看起來出來其實Winter他 剛剛有講到就是 因為我們有預測到的一個內容是 就是 maybe前面的一個賽事不順利 會導致後續兩張地圖的心情不是這麼的愉快 沒錯 那這樣子的一個心情就會導致分數很難去拿到 但是看起來他們的心情調適得很好 我